女人邪魅一笑,一大波怪虫就瞬间涌现出来,士兵箭撞连忙拔枪射击 无奈却没有丝毫卵用,随着女人逐渐逼近,无法招架的士兵显然只能拟恨西北 仅仅三秒钟地上就躺满了尸体,眼看女人随即便来到了指挥室 只是一个示意,无数蠕虫就瞬间落下将男人给包裹起来 面对着女人的当场质问,司令官却选择嘴硬到底 随着小美的耐心被消耗完毕,留给男人的下场就只有隐恨西北 接着女人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操作室,成功和自己的母星取得了联系 由于没有在这里得到任何收获,下一秒她便打算前往木歌星一探究竟 可让小美始料不及的是,她传输的秘信却被新记者一字不落的成功窃提到 意识到女人的目标就是得到他们此前找到的光环 为了不让其落入敌手,新记者随即便派出大量士兵来守护神器 可正当一行人觉得万无一失时,胡料却在开采的途中发生了意外 巨大的能量波就瞬间扩散开来,不等众人做出调整 下一秒意外就突然发生 只见上千艘飞船如神天将开始对着众人发动袭击 面对着眼前突如其来的一幕,好在机甲战士迅速做出响应 只见他们先行安顿好光环后,随即便立马整顿装备迅速投入战斗 可紧接着从天上就瞬间落下无数机航 一大波怪兽就赫然出现进入战场,两军大战瞬间一触即发 可就在士兵正在浴血奋战时,殊不知一艘巨大的飞船就突然绕后而来 从里面顿时出现了一大波的猛兽,挥舞着光剑便结束掉了众多士兵的生命 尽管男人迅速利用机枪开始一顿狂扫,可并未起到很好的效果 反倒是发出的炮击还不断地造成士兵的伤亡 仅仅一刻钟的攻击,整个战局就向着怪兽扭转而去 男人见状瞬间上头,只见他将驾驶位交给队友后就瞧准时机纵身跃下 成功爬上了飞行器的顶端,接着在一栋库吃后便又抵达仪器下方 向着目标就及时而去 爆炸过后只见满地都是受伤严重的怪物 在男人的努力下这才将战局给成功扭转 然而很快那群恐怖的怪兽就振作了起来,不等男人做出反应 战役便再度打响,双方拟来我网进行的最后的死报 可以想到队友的隐移,小帅就瞬间露虎攻心 即便已经打光了所有子弹,他依然要为此前狗带的队友报仇血痕 此时他挥下的每一发铁拳,仿佛都是在抗诉着势道的不攻 随着怪兽被打爆头颅,男人这才停下了动作 没曾想就在这时母舰却突然投下了一枚瓷吸器 打算将光环给回收而去 更糟的是还派出了一只硕大的怪兽 趁男人一不留神就猛然发起袭击 等小帅缓过神来定静一看 这才发现那头怪兽和自己根本不是一个谅解 眼看怪兽当面回收起光环 上头的男人立马拔枪裤痴 没曾想还是被怪兽成功逃掉 即便小帅拼尽全力的想要将其拦截下来 可终究还是堂毕党居 面对着眼下伤亡惨重的现实 显然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前追逐的资本 但复仇的想法此刻却早已在小帅心中蔓延开来 感谢观看